回到离开16年的老家 90岁的曾妈妈跟女儿 难过的泪洒现场 因为盼望多年的老家 永春都根案 等到去年9月 终于风光开工 但前两天法院一直判决下来 又让都根同意户失去回家的路 后来那个法律是说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出户 同意就 就那个会代差 那我就把这个事情跟妈妈讲 我们是一楼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 就损失别的利益 三番两次的说 大家都同意了 我身为一家我也不好意思 当初也是以屋异屋 就是一个房子放一个房子 我们只需要有我们的房子 能够搬进来住就好 千万不能够撤照 那我们要住哪里 尤其现在盖了一半 我们该怎么办 请北市府拿出你们的责任来 由于都根案长期无法整合 实施者深夜营造 先前在同意户支持之下 提出变更计划申请 将不同意户划出 北市府之后也核定变更 但不同意户却一状高的法院 说市府的核定变更案违法 最高法院最后判处 北市府败诉 这个案子是百分之九十几 都是走协议核件 所谓走协议核件 就是他们跟建商签了保密条款的私契约 契约的内容是任何人都不知道 只有他们双方知道 建商掌握了分配的权利 那你跟建商去做这个分配 你可以拿这个 就这些房子被拆掉住 你可以拿这个契约书去法院 去主持 请法院帮你主持公道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不同意户 应该做的 而不是去开记者会 我们这边是临近捷运站 捷运隧道 目前的施工呢 我们都是采取最安全的方式来施作 那我现在开挖到地下一了 目前正要再开挖其他的 那这样子如果停工的话 造成了损失 我想是没办法去弥补 面对败诉 市府表示尊重法院判决 并会维护保障各方权益 不过按照判决结果 市府合发给建商的建造即将失效 史上头一遭都根断头案 后续效应各界持续关注 记者顾探永 参谋莫莫道